哇塞 真的巨大 给胶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陈 今天我们要吃一家豪华版的酥脆大煎饼 给你们看看这个 我一眼就相中了这个 看 超豪华 有三个蛋 鸡柳 培根 薄脆 原生菜 金针菇 等等等等 还有辣条啥的 选择辣度 那咱们就选择一个特辣吧 一个煎饼的特辣 还能有多辣呢 OK 下单成功 静静等待 好甜 你们那的车里走多少钱一斤 我们这要60 老贵了 调亮一点 我先去拿块蛋糕吃 提拉米苏蛋糕 我要再介绍它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上次失误 给它拿那个烤箱热了一下嘛 还是很好吃的 它这个慕斯 真的是山姆的评价代替版了 所以我又下单了芝士口味的 我这个是心急吃不了冻蛋糕 那个蛋糕提也很湿润了 还是值得一买的 我们感觉老曝光啊 这样还可以 I'm hungry 请你快一点 我的 登登 外卖来了 太棒了 我看到了 巨大的煎饼在我的面前 它还送了小咸菜 这个是妈妈的吧 是属我大煎饼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 海带丝的这个 这是我的 试试看 我的天哪 这一个煎饼真巨大个 可是我怕这个袋子有声音啊 我塞 真的巨大 你看 好好吃啊 好久没吃煎饼了 真好吃 它是那种甜甜辣辣的 这个煎饼皮有点像那个 山东大煎饼吧 有山东的朋友们吗 口感贼丰富 一口一口的 全是 全是料 特辣不辣 就甜辣甜辣的那种 就是我感觉 没有三个蛋的量吧 第一次点它们家煎饼 牛奶打开 现在我们吃到一半 换换口味 接着这个沙拉 肯定也很不错 好吃 好吃 我估计我妈肯定吃不了这一个 它家那个辣条是小细辣条 它家这个酱还味道挺特殊的 撒了一袋子 要太多了 那个薄脆有些扎嘴 这个量真的是相当OK 还想吃 感觉好香啊 饱餐一顿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